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嘉莉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我们今天赶快来欢迎 本尊郭赎金师姐 赎金师姐好 嘉莉师姐好 大爱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看到另外一位特别来宾 是跟着赎金师姐 我们一起做了十多年的 访式的志工 欢迎林志峰师兄 志峰师兄好 嘉莉师姐好 全球大爱的观众大家好 师兄当初是怎么样认识 赎金师姐的 我是在97年的时候 带着女儿去参加尺少班 因为在尺少班 必须就陪着孩子参与家长班 在当时赎金师姐受邀来当讲师 透过她的分享里面 感觉她是一个 说话很幽默风趣 那很能够吸引人 她也在那个过程里面 她分享一个个案的故事 就是说她是住在我家附近吧 在我之前的生命当中 并没有身边没有任何赎金人 那要走 后来想要走赎金这一条路 那就想到这位师姐 来找她看看 所以你是自己找上门的对不对 去找来 是 师姐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辞少班到底做什么 为什么师兄会带着孩子来辞少班 专目一些就是国中 国中以上的 那一阵子都会叛逆 所以我们就有辞少班的成立 希望家长跟孩子 一起來上辞少班的课 但是孩子有孩子的课 家长有家长的课 好幸福喔 对啊 孩子去上她的课程 上哪一类的课程 游戏吗 还是说 没有 有时候是从游戏中 那个就是让他们带领一些 行善行笑 然后去感受一些人文 对 但是家长班呢 就是家长班会蛮多 去教我们亲子教养方面 还有也会教一些 词记到底在做些什么呀 譬如书先师姐她当时来分享 她会分享到她陪伴的个案 就说得很幽默 很风趣 对 就说得很有地匪 所以之后才会自己去找上门 对吗 是 所以师兄那时候 其实他在听你分享的时候 心就已经被师姐目到了 是吗 是 后来呢 你开始参与了访试的这个区块 开始进入见习之后 淑金师姐她就要我去参与访试 那时候是 就是先当会员嘛 会员我就跟她说 不然你开车 带我来看个案 这就是要男重最好的方法 对 散巧方便嘛 帮我们 载我们去 让她去感受 因为她都对实际 还不是很认识 所以我们也不敢 她欲白说话 走去伤害到那个 案主的至尊或是怎样 但是我在那儿 就是第一次跟她互动的时候 我觉得她的轮口特主做法 来做访试 所以师兄后来你在 为什么会耕耘这么久 都在这个区块 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做访试 淑金师姐她引领的有很多散巧法门 是影响蛮大的 比如她很喜欢强调的是说 我们要用个案来辅导个案 那在前面她带领我在座 后面就一段时间之后 也会自己去接受 房事干事的邀约 说什么样的个案 特殊个案 是不是就交给你 就自己去 承担下来 承担下来 去看看怎么样来帮助叛家 来解决她生命中的难题 师姐 我们做主座都有假薄性对吗 像师兄这样的温文尔雅 他其实也是有这个潜在因子 对 你之前十几年前 就是我现在看到了 您这样还是说 差很多 外向上以前就好笑 但是在生活当中 其实不管是家庭经营 或者工作上 难免会像以前 以前就是凡夫心 会有一些我职 而产生一些价值冲突的时候 就会爆炸 在进磁剂之后 给我很大的改变力量 来自于说 这是一个团体童话的磁场 在以前我想的是我 我不喜欢社交 我没有哪一种坏习惯 可是我都用自己的观点 在想事情 看事情 那进来这边之后 我会看到 比如说淑青师姐 她在处理事情 她用很好的智慧的 开朗的 正向的等等的方式 去处理一些事情 可以比我们以前 在想事情 处理事情 更圆满 更好 我们就被一位 两位 几位 身边许多善知识 她用身教来教我 所以我在改变 我自己很清楚 我在见识一年内在就产生 很大的变化 就很大的变化了 就慢慢把那些 很快就 我执我慢 我执我慢就慢慢消除了 对 不简单 可是至少说 您在这个长久的耕耘当中 你毕竟也陪伴了很多的个案 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 这位个案他是警察背景 那他很有个性 很有想法 在一年前 台中的师姐提报来我们求助 给予急难 可是在后面落实社区之后 会因为他的至尊很高 就听了不舒服 他就你们不用来了 要怎么解决 那他们就继续过他们的生活 经过了一年 他们又再度为了孩子 注册的问题 又再度求助 我们的当区师姐 去给予小孩注册会的 补助之后 那房事干事这时候想到我说 这个先生他的个性 这么的刚强 那是不是我去 可以对他产生一些影响 那我去因缘很好 刚好他前一天晚上 发生了一些工作上的状况 他很高兴我去 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倾吐 我就听他说 说完之后 我用的方式是 我举别人的例子 来去给他听 做老板 不是才华好 不是你认真 就一定会成功 让他去接受 接受我不去是说教 我是去让他知道说 其实人要成功 不是光靠意志力去冲就好了 那透过这些对话里面 我也帮他用旁观者清的立场 帮他理清说 其实你昨天所碰到的事情 这个帮助你 这个因为你的签影 而损失了一些 做白工的老板 他会是你的贵人 他还可以邀约你 来他那边工作 你是不是应该认真地考虑 去那里做 我们去那里做 第一 有基本的收益 我们家庭就会了 第二 我们去那儿 人家经商之道 这样子一次一次地互动下来 确实他也稳住了 那去工作了 已经三个多礼拜了 然后就看到一个人生的改变 感到非常地开心 所以这个访试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关怀 真的不只是金钱的给予 有时候真的引导跟疲伴占了很大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段VCR是 赎金师姐怎么去关怀一位长者 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原来是在 二南 师姐 那今天是要做什麼 要來看個案 關心個案 這個個案是 它癌症 它那裡又拆盒 所以說這兩天 它以前有去找滾桃塞符 拆盒一遍不太好 因為癌症一般不可以亂拆 怕它的癌細胞轉移到骨頭是怎樣 這樣用當時骨頭比較脆弱 怕去有癌細胞才有 當時你亂拆盒它會記起 對 妳現在這樣沒辦法脆弱 妳出營是只想說 叫妳的當出營 我去那個房間不夠的 那幾天沒辦法脆弱 這樣嗎 晚上就坐輪椅 還是要問成 坐輪椅 你會蓋這個輪椅嗎 對啊 她想說坐輪椅 這樣喔 對啊 所以妳就要拆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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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今天去跟社會局 連動陳小姐她說 她要找你找尋審的安養椅 先讓妳去安養椅 因為醫生說妳收養 差不多一股就回復 沒有一股 再看社會局那裡 怎麼安排 她說這兩天會來看 以前社會局都在幫妳關心 等社會局她有答應我說 這一兩天要過來看她 看後去怎麼安排 我們就跟社會局做個結合 對 然後看她安養院那邊 處理得怎麼樣 我們再來 安養院那邊 我們有跟社會局講說 我們再來評估沒有關係 大家好 metropolitan